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今天邀请到我香港的好朋友 他是郭云云郭总编 郭总编好 你好 欧教授 郭总编我们看到赖清德 用了他这个老宅子 拖了足足是一个多礼拜 落泪了五次 而这回由于台湾的天气 还变冷了 他的万里 那又正好是台湾 几乎是最冷的区块 那边打卡的人瞬间也减小了 而且最近他寄出了一招 那就说他要把这个房子 捐出去做矿工纪念馆 然后人员已经从那里撤了 那边没有人在那站岗了 所以打卡的人不见了 因为他就是说 他反正捐出去了 所以现在整个情况 似乎他弄了一个稻草 大草人大大家拼命打打了一个半天 这个大草人免费赠售 您怎么样来点评赖清德 他的万里老家 他所运用了过去的五次眼泪 再加上突然捐出去做矿工纪念馆 这样的策略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郭总 郭总 显然赖清德本身在老宅浅建的问题上 他的态度是有转变的 一开始是否认 最后是承认这是历史问题 但是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到最后现在就说 好我把他捐出去作为矿工纪 博物馆纪念馆 显然他是做了精心的计算 评估 认为如果再不采取危机处理的话 恐怕会影响他的选情 这也是我们多次在这个节目里面提到的 如果说这样一个事情任期发展以后 他就会成为压垮赖清德选情的最后一个稻草 所以他现在这个处理的方法呢 就从我们讲从危机 从技术性分析来讲 这个处理仍然有他的这个 他应该说是还是 时间上还是来得及的 就来得及 还有时间 所以呢他现在就能够避开 是不是想要避开 现在天天他就在网上攻击他 给他弄一个什么叫赖皮疗啊等等啊 最后这样的一个事情 连马英九都加入来 都拿都站出来 指着他这个事情 你也是怎么回事 指着他这个事情来骂 你想想 任何事情能够让马英九出来 指指点点来批评来骂 那就很多人就是看不过眼了 于是可能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让拉近的觉得不行 不处理还不行 那怎么办 你一把它拆掉 你等于就承认你自己完全这个错了 那你就拆掉以后 可能对手可能有下一步 那就要采取法律行动啊 是吧 那不拆掉 你这老子们也不行啊 天天有人到那去拍照去打卡 然后在网上去玩 怎么办呢 想了一个招 应该说他身边的还是有些谋士 给他出了这一招 所以现在呢 他采取这种做法 又换了一个 反过来站在一个道德高地 说你看我捐给矿工 而且我这个 我的父亲跟老一辈的矿工 他们的经历过那样的生活 我还记住他 这就迅速的把话题给转移 然后自己作为浅见的建筑的 这样一个应该负责的这个人呢 他就躲到背后去了 反而躲到背后去了 所以呢应该说 赖清德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呢 我认为从 仅从危机处理这个角度来讲呢 他是还是 这个方法呢 还是有效的 但是呢 国民党也不应该就此 或者说对手啊 包括这个竞选对手 也不应该就此放过 因为浅见 不能因为把它捐出去 那就这个建筑 它就变成了合法的 那浅见部分 它还摆在那里啊 是不是啊 无论他这个房子属于谁 他在法律上 都是浅见的 浅见就按到浅见的办法来处理 不能够因为你浅见给他付一个光环 说那是个公益了 然后我就 反过来我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不是 我认为这种事情换作在香港 那你把它捐给任何机构 慈善机构 而你的业权 一天还在你的手上 一天法律就要追究你的责任 欧德说 是 现在台湾的情况呢 可能有些麻烦和不太一样 那就是呢 他的那个所谓来提了啊 那附近的房子呢 情况是大致雷同 大致相同 也就是当时候的矿工们呢 有一大群人呢 都是那样的状态的房子 换言之啊 他们经常呢 是只是拥有上面的地上权 换言之啊 他们呢 并没有拥有那个土地权 换言 那么我们这样可以说啊 他们其实啊 只有那个建筑成本 没有土地购买的成本 那么现在他所谓把它捐出去 其实等同于是第三户捐出去 这个土地本身呢 所有的维救问题呢 就是交给新北市政府自己处理 而且如果要处理的时候呢 现在已经公布了 等同于是那整个一大片呢 全部都是类似情况 如果要拆 还真的不能只拆一户 还得整片全部一起拆 那么这个火呢 就烧到了新北市政府那边 是你要不要马上一起拆 你有没有本事 立刻把他们全部都给拆了 因为呢 这种伟建的情况 在台湾非常多 我甚至可以举出啊 好几个著名的大的中奥团体呢 他们的许多辉煌的这个宗教建筑 特别是在佛道教里面啊 他们好多的建筑体本身 都是类似的情况 那么那些是不是也正好都得拆 那么在全台湾啊 特别是台北市以外的地区 包含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新北市 这类型的建筑呢 恐怕非常之多 如果认真整理 只要有侵占到 比如说多个几平米 或者十平米 这样的房子呢 可能多达百万户之多 因为呢 这个过去 这个台湾的法令啊 不够严格 那么等到选举的时候 当然对准啊 这些候选人呢 得从严来处理 如果它是单只一户 没有连着 像之前的苏家权 当然很好处理 可是现在情况呢 是变成整片 所以会不会 这一种打法呢 它是请军入欧 也就是我弄了个稻草人 最后你进来以后呢 变成是烫走山芸 你要不要把这一整片都圈 反正呢 我已经把力量权给让出去了 我这个土地本来就是政府的 我也不需要这个土地 也要不了这个土地 可是其他居民却还住在里面 但赖兴德 他没有任何家人住在里面 您认为 这会不会变成是 另外新北市政府 也就是侯友宜 他们头痛的包袱 郭总 如果是这样讨论问题 就不是从法律上来讨论问题了 对 我可以告诉你在香港 也有很多的潜见 包括在新界 包括在旧局 也很多潜见 但是只要你一旦被发现 掌握你潜见的这个证据 有人举报 而且呢 比如说最近前不久在香港一片这个豪宅 因为下了一场大雨以后呢 这个山林就崩塌 结果露出来 下面呢有很多豪宅呢 被挖了 挖空了 在下面建了这个所谓地下室 很大的地下室潜见 占据 然后政府就采取行动 然后媒体就跟进 说还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不管如何在法律角度 当你掌握了证据 证明你是潜见 那你就是潜见 至于说 我隔壁也有人啊 我还有全台湾 全香港 还有几百万户 你给我拿出证据来 你给我拿出证据来 你来举报 谁举报 谁发现 你拿出证据来 你不能说 你违法 就是你违法 现在就对你执法 至于说别的人 犯了法 是别的人的事情 现在就讲你 有没有犯法 你把别人拿进来说 我犯法 你就抓 我那隔壁的犯法 你怎么不抓呢 我现在问你 你有没有犯法 是吧 你可以说 别人的犯法 你抓不到 当然要抓 别人犯法 要不追究 当然要追究 但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现在就问你 你违法了没有 这就很简单 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 所谓的 那你就把其他的 框工都拿进来 我现在讨论的 跟你讨论的是 你的房子 有没有浅鉴 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到法庭上 法官就问你这个问题 说你的房子 有没有浅鉴 你为什么要浅鉴 你违法了 那就要罚你 那就要处分 别人 别人先 别人再说 我先问你这个问题 就很简单 所以这样的讨论 完全缺乏法律的 常识 很多框工都是 什么叫很多框工 我们现在讨论你的房子 有没有浅鉴 违法 所以呢 回到现在 回到这个法律 就是 我不认为 这个赖清德的这样一个事情 会导致到新北市的处理 会被动 如果说这样的话 就引起框工的 集体愤怒 最后矛头堆到新北市 那关键是新北市 能不能够 在这个问题上 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一个认识 已经发了这个证明 就是你这次反见 遣见了 新北市政府已经发了这个认定你这个遣见了 那法律就应该采取行动 法律怎么不能 到现在没有采取行动 我也觉得很奇怪 采取行动 不等于就一定要猜 你到法庭上跟法官去解释 你应该发传票 把这个房子的所有人 传到法院去 让他解释 你为什么要遣见 你承不承认你遣见了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不得说 是他现在已经所谓捐出去 也就是说了 任凭你新北市政府财了 所以换言之就是说 这个他已经就是说 这件事不关我的事 他甩锅了 那么现在在选票上 能不能产生效应 他才是个关键 换言之他意思说 我这个确实就不要了 那么过去 大家都违见的部分 他反正意思就是说 反正这个违见是这整片人都违见 现在台湾民众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在这里做这样的判定 事实上就要看台湾民众的智慧 因为确实这类型的情况 非常之多 那么举例来讲 比如说大厦上面 能不能再增盖再一层 那么在建筑法规上是不行的 问题是台湾 这样的违反的普遍性非常高 尤其是旧的华夏上面 这类型的情况是所在多 例如柯文哲他家 上面就建了一个 这个类似是遮雨棚 所以后来由于他是隔壁旁边 已经不存在这种违法的情况 所以当时候他妈妈最后只好 流了眼泪把他给拆掉了 现在的局面 现在局面 现在局面赖清德的局面 和柯文哲当时候面临局面 有的相似 有的不相似 不相似的地方 就是说他们是整片的 这一群人 他集体当时都在那边 都是违反 但违反就是违反 这没有问题 确实他们全部都是违反 然而在台湾当时候 这种为什么政府让他们集体违法 他其实是有一些奇特的脉络和原因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观众基于这个违法 要不要算他这个账 所谓算这个账是 要不要在选票上算这个账 而不是说这个建筑盖不盖猜 猜是一定得猜 但是在选票上 如果没有反映出 他可能因为这样而调选票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个情况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会不会他知道台湾民众 就是在情绪上 他知道台湾民众 在这个地方 最后会觉得 哎呀那反正就是 他们的过去矿工 所形成的一个 这个英雄苟且 那么也不是赖青人说 他现在既然捐出来了 所以在选票上 会不会因此就没有计算 他在这方面的十分呢 郭总 目前为止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 竞选对手 在这个问题上他如何 这是先由国民党 由这个他选取的对手 来指出他的这样一个问题 而现在轮到赖青德 做出了回应 那么就要看 国民党如何对这个回应 做出判断 采取如何跟进的做法 选民在看 大家都在看 这个时候在看 你国民党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 如何跟进 双方的攻防的情况如何 最终会决定 究竟这个事件 会不会影响选情 我再说 是 所以啊 国民党如果在这里处理的话呢 如果够细致 就要处理赖青德 他是在立法委员任内 去重建的 你既然知道 那不是你的 那是关键 而且那时候你重建的时候 你是立委 你重建的时候你是立委吧 那在你既然在立委 其实你自己是立法委员 你怎么在那个时候 还侵占了呢 你说那个部分 你既然知道是违法的 你就不应该建 何况你那时候 已经当上立法委员 我们讲应该细致的从这里处理 因为原先如果是旧宅子的时候 那时候得是矿工聊的时候 那么是另当别的 那是当年当矿工的时候 可是后来 后来他的父亲也不在了 也不当矿工了 他们大部分也不住在那了 我们讲应该在这个地方 做细致的分割处理 对 这个就是属于浅见部分 你要做的细事 要让律师坐下来 浅见了多少面积 这个多少面积呢 相当于台湾民众的 居住面积的多少 这个面积居住的矿件 在台湾的租金 每个月的租金多少 要跟他算个赞 就这样的赞 就能够一算出来 就明白了 你当年哪一年浅账 浅见 正如郭教授所讲的 你作为立法委员 明知故放 很明显的 就是为了占便宜 让这个违法 这样一个做法 就是为了利 就是一个例子 然后呢 这样一个浅见的面积呢 在市值上值多少钱 租金值多少钱 然后乘以年数 我觉得数据就出来 让数据来说话 让事实来说话 是 感谢郭总编精彩的点评 看起来国民党要加油了 不要让民进党 往民粹主义的角度去移动 那时候就模糊焦点了 谢谢郭总编 谢谢 谢谢郭教授 谢谢郭总编精彩